前幾天的新聞都是一場誤會 所以我覺得講得很清楚的人 懶得說又不敢負責 一聽到新竹換台北棄保關鍵字 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黃山山 再度被惹毛 不只因為戰鬥欄領袖趙少康 改口沒有新竹換台北 也因為蔣萬安的這句話 棄保的問題我記得 最早提出的是柯文哲市長 當時我也平常心看待 看起來他是用平常心 來看政治分贓 不認棄保在北市發酵 但前長官柯文哲態度卻很微妙 不只預測投票率僅百分之六十五 還說黃山山優勢 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可能不出來投票不利選情 更表示柯粉票流動度很低 柯文哲的選票轉移度很低 除了你跟他很像 或是跟連結非常強 不然他轉票也不太容易 終究還是要自己去走那一趟 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似乎是在保持的一個 不是非常緊密 但是讓大家知道 他們其實是一個共同體的一個概念 因為太過於緊密的狀態之下 很有可能因為柯文哲 一個個人的發言 或者是一個失誤 立刻就讓藍綠之間找到一個破口 與黃山山距離 柯文哲還在拿捏 因為根據綠營內部最新民調 蔣灣人以百分之三十點七 支持度居冠 陳時中以百分之二十九點一 支持度第二 黃山山支持度 百分之二十一點六 掉車尾 我們可能換來換去 我會再次強調 如果黃山山願意被換 再來說吧 儘管藍白現階段都否認 但氣保效應會不會發生 決定權還是在選民身上 三立新聞 許先亮明君特別報導